他昨天很生氣 昨天我在他旁邊 他聽到那個記者 問他陳其中這些話 我看到是整個人都 完全渾身不對勁 我覺得陳其中給他感覺就是 像出一張嘴巴 剛才秀琳講了這麼多數字 簡單一句話來講 你連續2016年2017年 甚至去年他們都去了 但是就像是消化預算一樣 就到現場走一走 看一看 照個照片回來寫個報告 其實最後到底有沒有幫到 台灣的這些農產品出口 有沒有幫到農民 我覺得那個才是 國人在看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為什麼韓國瑜 我一直覺得 他的聲量一直為什麼不會下墜 他做事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他一直強調說 他就是要把高雄的水果賣出去 他的一個機制 就是由我們的農會 直接來跟這個進口商對接 他去那邊就是要見證說 我們真的在他上任兩個月的期間 就像秀琳剛才講到的 我們在馬來西亞其實簽了兩個月 一個是一年一億的 叫做他的糧食進口出 糧食進出口總商會 這是一年一億的四年的約 另外一個是秀琳講的一個 30萬美金 大概1,050萬三年的約 就是EURO ATLANTIC那個進口商 這兩個都是確定的訂單 過去陳菊市長 就一年一億 是連續四年 每一年都一億 每年都一億 對 那個就是第一天 我們在那邊第一張簽的單子 陳菊市長在他任內 他一年外銷到馬來西亞 是100萬台幣 所以等於是 一億對上一百萬 沒有錯 一億一千萬 一樣都是一條通路 有一條通路上面 走了一億的農產品 一條通路上只有走一百萬 韓國有前兩條 一個是走一億 一個是一千萬 陳菊就走 全部一年只賣一百萬 所以底極是幾乎是一百倍 這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簽了三個月 加起來一年是4600萬 三個公司加起來4600萬 這是確定的 出口的就是這兩個品項 現在高雄在這個季節 就是蜜藻跟芭樂 他們也講好了 下個季節就是鳳梨跟芒果 所以其實韓國瑜的團隊 他在整個就職後 這兩個月是出口的 你幹了一些時事 他是真的農會去跟當地 這些進口商真正去談說 我們要出口 現在有什麼樣的品項 你願意買哪些品項 然後還要克服很多的 運輸上的問題等等 所以才有這樣的單子 我們才會在這個時間 到那邊現場簽約 我覺得這個跟過去 蔡英文政府他們講的 新南向政策 那邊的一筆預算 然後就大剌剌帶個團隊 到現場去 到Fair Prize 然後看到很多日本的水果在那邊 只會說台灣的競爭力不好 完全 對 這完全是做法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韓國瑜的支持度 一直不會墜落 因為他只要做時事的人 這我覺得人民看得見 但是我覺得陳其中 陳其中在現在這個時候 跳出來好像說耍個嘴皮子說 這個英文我都有 我都有 我都起過了 這兩個超市我們都認識 他為什麼不去講說 他幫高雄市賣了多少 甚至全部賣了多少 都沒有這一次來的多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蔡英文政府 如果他們還是要用這個方法 像那個要說那是土包子 或者要去講說 韓國瑜你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都做過了 你不要在那邊秀 我們都已經去年 前年都去過了 我覺得只會把韓國瑜 越打越上去 台農發這家公司 應該委託給高雄市政府來經營 可能經營績效會好很多 你看到東南亞去賣香蕉 賣了929塊美元的台農發 農委會投資的台農發 居然還笑人家韓國瑜的訂單 是本來就有的通路 台農發已經用兩年的時間 證明他虧了快8千萬 在台灣的這些農民 如果台農發做得好 其實台農發第一次被提及 還不是他成立林全 那個時候去站台 那個照片有沒有 那時候其實台灣關注度 還沒那麼高 普遍就是非物農 非水果農之外的人 其實對他瞭解不多 是去年大家記不記得 鳳梨的價碟跟香蕉去化的時候 我們突然想到說 不是有個國家隊嗎 他在做什麼 剛剛邵廷在講 就是高雄首選Fair Prize 這是現場的照片 現在已經有高雄首選 有芭樂跟相關的東西 今天陳其中講的 他拿出證明 2016年就有曾經去考察過 2017年有去馬來西亞 對 但是你2016年去的時候 你的這個台灣的 整個台灣農產品 是不是只有for高雄 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到日本有專區 你有沒有爭取專區 觀眾朋友 這個是現在高雄首選 The best of高雄 在這個Fair Prize的這個櫃 我今天早上開直播 我就直接問 有沒有新加坡的人 請你告訴我 因為我不知道 邵廷也是這次去對不對 來 我給大家看 已經有回文了 這個剛剛有回文 他是新加坡人 Fair Price在韓國瑜這次之前 並沒有台灣水果的 專櫃或專賣區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新加坡 新加坡人說 過去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超市 並沒有台灣的這個 水果的產品的專區 而且台灣水果算是很少 韓國瑜這次來 可以說是促銷了以後才有的 剛剛邵廷講的那個 連當地的媒體都用半版的標題 跟內容在報導的時候 韓國瑜這次去 基本上講到這裡 總不會認為他什麼都沒做 至少有個專區 好 我們現在倒回來講 我假設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高雄 我跟大家講 因為邵廷應該可以證明 高雄首選這四個字 並不是韓國瑜創的 成局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你早也可以 把這個東西推上去了 高雄首選並不是只有 只有韓國瑜上來才設的 在成局的時候 那時候的沼子 就用高雄首選在希望能夠推銷 可是你的成績 我們倒回來講 假設這一次高雄市場 是陳其邁當選 然後陳其邁去Fair Price 弄了一個這樣的專區 陳其中還會在地法院講說 那沒什麼 跑就有 你會這樣講嗎 I doubt 我覺得今天藍綠沒有必要 為了就是說 可能政治立場不一樣 他有做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用貶低他 或是說這沒什麼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講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沒有那麼文雅 但我是屁 用牙間搓我屁股對不對 就是說 可是問題是就是這個感覺 我都明明我有做事 我就有去 而且我也欠那錢 我不是同時在做事的時候 我在羞辱之前的市長跟 沒有 但是我還沒講什麼 你就已經來跟我講說 你那都沒什麼 我照的都有 那請陳其中主委出事 我現在講的這個 拿出成績單 高雄首選 對 你過去你也在那邊 也有這樣的專櫃 你也做這個事情 那韓國瑜做的完全 其實都是一樣的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或許 或許還有一點到底 但是就算是這樣 即使是這樣 看起來是不是 因為過去並沒有專區 2017年的考察報告都還要希望 希望可以 最早2017年還沒有 我現在也保留 他能夠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說 他去的時候就有設 看起來新加坡人 跟我回應是沒有 就網友跟我講是沒有 好 既然沒有人家有設專區 你在後面說他沒什麼做什麼 應該是沒有 來 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張照片 還沒有那麼清楚 這張照片的右手邊 其實是一個韓國瑜的Q版的人像 他的人形立牌 還出現在超市門口 沒有人形立牌 但是它上面有一個Q版 我把他放在裡面 在右手邊 右手邊 這裡 那邊 有沒有 這裡就是韓國瑜在這裡 韓國瑜跟那隻V魯的口 對 他的那個 採犬 對 所以這個很清楚 是韓國瑜上任之後 我們的團隊去跟Fail Price 談的過程 確定要設專區 而且其實我們第一批水果 都已經到了那裡了 所以其實報紙上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當地我們都已經運了 很多高雄的水果到那邊去 所以我覺得陳其中 利用這種時間點出來講 我覺得又很 而且我覺得高雄市農業局 做的努力怎麼會變成 這個農業 我們這個中央的部門 來決定我們高雄市農業局 做了什麼樣的成績單 我來說明一下 其實這兩份報告 其實充分顯示出 過去兩年 農委會其實我所知道的是 不管是新舊通路也好 農委會過去做的是什麼 了不起是台灣州或在超商裡面 做一個短期的活動 辦一個活動 但是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能爭取到訂單 跟韓國瑜這一次去爭取到 一個一年三年或五年的訂單 那個狀況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現在中央 包括農委會改口馬上說 感謝韓國瑜擴大既有通路 他現在改口了 因為韓國瑜跟很多高雄人生氣了 所以他現在立即改口 已經感謝了嗎 他現在網路頭版頭 他出來道歉了 但是可以感受 過去這幾年 台農發做的是什麼 有沒有做到實際的業務 有賣了929塊美元的香蕉 對 十億的資本兒 現在到位2.4億 花了七八千萬 將近三分之一的錢出去 但是你獲得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拿到任何的訂單 還是跟農民在搶生意 過去這段時間 包括如果說農民真的有認為說 台農發公司成立國家隊 真的有照顧到我們的話 今天為什麼在農業縣市 民進黨還會翻盤 還會價格很多農產品 崩跌得這麼厲害 也就是說這段期間 並沒有照顧到農民 相對的 台農發公司 還跟台棠租最便宜的土地 然後自己種了鳳梨跟花生 然後拿到國外去賣 跟農民搶生意 並且沒有拿到訂單 他不是農業行銷公司嗎 他自己種鳳梨幹嘛 對 反而是農民都沒有推銷出去 然後說過去民進黨在說 所有的籃子不能放在 所有的一個籃子裡 所以我們要到新南向去 不管到新南向 但我們看到台農發公司 也很多訂單 70%的訂單 還是出口到大陸去 這一次你罵韓國瑜 人家到馬來西亞去 你就說人家是統戰 你如果他銷售到大陸去 也就算了 賣到馬來西亞去 你也說統戰 然後賣到新加坡 你也說是既有通路 但是你過去做的只是一個短期的 台灣州的展售而已 你並沒有拿到實際的訂單 蔡英文反而在臉書上說 我們過去有好多農產品 非常好的成績 包括一年有20億 你怎麼不去提24年前 我們當沒有豬肉口提議的時候 我們那個成績更好 更何況出口成績的成長 其實你還要看另外一個數字 叫做進口多少 我們過去這幾年進口的 跟過去20年前 進口的相差有三倍 我們現在農產品的逆差 跟20年前其實是多了三倍 所以蔡英文現在 報告給大家的數字說 我們這幾年 農產品出口的數字越來越高 數字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農民感受不到 就是蔡英文現在只報告 給大家的數字是我們出口多少 但是從來沒有報告說 我們現在進口的是 過去20年前的三倍 他報告出口是20年前的三倍 所以我是說農產品的出口 不能只是看進出口 賣得好不好 不能只看出口 進出口要一起看 但是蔡英文永遠 活在自己的數字裡面 然後找一個鬥機 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通路過去都是我們的 現在韓國瑜只是在既有的通路 把它擴大 我們好好感謝他拍拍手 希望這一件事情 韓國瑜的成績 就是要把它抹殺掉 我覺得這樣的執政黨 失去應該有的高度